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帶大家過來佛山市順德居樂松鎮下面的一個沙教南村 這個河花池其實就是村民自己建的一個河花池 這些河花開起來都很漂亮 這裡有一座仿古的石拱橋 這些都是村民自己建的 這裡有一個地名叫木百里 據說木百里這些青磚老宅有幾百年的歷史 這些木百里建村的歷史都有好像從明朝的時候算起 一共有十六七條 我鏡頭正在拍的這些有些是麻石小巷 這些巷你從巷頭看到巷尾大概的長度是幾百米長 據說這些巷有十六七條 這裡就是屬於順德區樂松鎮下面南村的木百里 我鏡頭所拍的已經看到一座鑊爾牆的青磚老宅 這個我看去那個老宅的正門口 麻石邊上有幾個字寫著麗山宮池 這裡就是廣東傳統的池塘建築物 特別最美的就是屋頂那條龍脊、橫脊上面那些屠塑灰塑 還有那些壁畫 還有一些石雕 還有青磚雕 兩邊就是鑊爾牆 我現在從巷頭看進去 全部都是這些青磚老宅來的 這裡有個門牌叫做木百里五巷一號 我在木百里五巷順著這條麻石街 一直走進來 兩邊全部都是青磚老宅 走到這裏 有一座青磚老宅 下面的地基是用紅沙岩石磚做的地基 它不是用一隻麻石磚 這些紅沙岩石磚 古時候很多的皇宮、城牆 都是用這隻紅沙岩石磚來砌 這個主人 舊時候這個主人都是非富則貴 說這個紅沙岩石磚 那個地基有成差不多兩米高 之後再砌紅磚 這裏一年幾間的青磚屋 全部是用紅沙岩石磚來做那個屋的地基 這個除了是萬年不富 又可以防水 又很堅固 這些紅沙岩石磚的石磚 舊時候的手工藝人 精雕細作 舊時候的手工藝人真是厲害 現在就做不出了 一路走過來 這個紅沙岩石磚 這裏都是有些石磚的花紋 大石做門框 門尾上面有幾幅壁畫 雖然現在是有些少少退了色 但是都看到 都是舊時候的吉祥物 以及一些喜慶故事 歷史人物之類的 還有這個磚雕 青磚雕就是一隻喜雀 喜雀臨門還有一些菩提子 代表著兒孫滿堂 花開富貴 是呀 這個是磚雕牆來的 真的很漂亮 這間這樣看 裏面都應該清空了 有人住的 裏面有人住 走過來這邊 這些青磚路仔又是很特別的 特別是它的門窗框上面 有一個窗岩和一個門蟬 全部都是領南傳統的手工藝人做的那些 泥索灰索 還有一些磚雕 真是保留得很漂亮 我現在所拍的這裏就是佛山順德區 駱松鎮下面的木百里 這裏木百里 這些青磚路仔 舊鎮時建屋的時候 簡直是 雕刻了五個幅字 五幅臨門 它不是用金錢紅色紙做的 屋簽上面 那個泥索 塗索的裝飾屋脊 寫著 塗里滿 瓊林 這些全部都是領南 舊鎮時很出名的 這些詩句 我都走過來 木百里五巷這裏 這裏是巷尾 最後一間青磚路窄 你看這些青磚 這些磚與諸間的紋 幾窄 這些都是舊時有錢人家建的豪窄 你從它的磚紋就可以看到 塗籠門 麻石門框 木板門 最重要就是 這個麻石門框上面的門尾上面 有了廣東 傳統手工藝人那種青磚雕 木雕 還有那些壁畫 還有書法 那些古詩 全部集中在這個正門口上面 佛山市順德區駱松鎮下面的木百里 我走出來巷尾 這裏是另一條巷 有一個門牌寫著 南村正面方一巷 這些都是 村民的洋樓別墅 旁邊就是青磚路窄 走到這裏 六百里十七巷 這裏已經是十七巷 有一座很特別的青磚路窄 我估計後面都塌了大半 只有一個排流在那裏 門前種了一棵木瓜樹 但就算塌了 排流也很有特色 這些青磚路窄 我繼續再順著這條村路走過來這邊 你看到 南潘順珠江三角洲一帶 就沒有空心村 這些村 住滿人的 有本地的 有外來人的 空心村 最多就是 台山、開平、欣平 學山那邊 因為這邊 你就知道這裏的生活水平 經濟水平 很高很高 這裏 全部都很漂亮 這村民建的新樓 你看看那些車庭都沒有了車位 順德人這裏 一加幾部車就很正常 因為這裏收入高 我又走出來這裏另一條大路 這些都是村民建的新宅 繼續沿著藍村這條大路 由東往西 一直走過來 木百里村的環境就沒得彈了 樹木成陰 河池、魚塘、風水塘 全部一片片的連著 這裏有一個古跡 應該是舊時候一棟橋的遺跡 它又沒有介紹 我看它就像舊時候 是一村的麻石板橋的遺跡 這個遺跡的後面 就是 現在的村民 一個兒童遊樂園 這個兒童遊樂園就很實用 因為現在很多村民在這裏 帶小朋友在這裏活動 走到西村沖邊 拍到過去對面 景色 一樣這麼美 這條沖的水看上去就不太清 但是走到那裏都沒有什麼異味 這些水質經過治理 都算不錯 對面的沖邊有很多別墅 這些都是本地村民 建的自己的別墅 見到很美 那你就可以知道 順德這裏的人的生活水平 是很富有的 怪不得叫做中國最富有的地區之一 順德的生活水平高 我是說本地的土住 真正的順德人 因為他們 基本上 不用做 生活無憂 但是你說過來 這裏外地人 外來人 來這裏打工 那些 那裏 拍馬都追不上本地人的生活水平 他們是股粉濟的 他們是說分紅的 因為順德這裏的鄉鎮、村鎮、土地基本上都出租了 對面就是他們所建的別墅 那我現在拍過來這邊 所看到的這些就是 佛山順德區 諾松鎮下面的南村的大澳沖邊 我走過來這邊就見到 佛山市順德區諾松鎮 這個西村股粉合作經濟社 這裏有一張紅紙 那就是土地、地塊、競投、租任公告 租期二十年 底價一百二十萬 每年租金 就每五年第真辦之十 那你就從這張紅紙公告 你就可以看到 這裏順德樂松鎮 這個西村經濟股粉 這間公司這條村 那些村民 靠 這裏 分紅 收租 生活 所以這裏的生活 水平真是很高 所以這裏沒有一條是空心村 全部都 住滿了人 那車又停滿了這裏 百里村等的拍攝就到這裏 好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拜拜